你好 我是劉怡恒 我們是中部地區物件數最多的頻道 讓我們的物件CP值也很高 記得看我們的影片都要訂閱 我們現在在台中市 中區 這邊在自由路旁邊而已 我們可以看一下地圖 然後還有記得請幫我們開啟那個小鈴鐺 我們看一下那個地圖 我們現在是在自由路二段跟民族路交叉路口 就是正式中心 對 當房區 有一個套房要賣 而且是有整理過的 全新整理 對 然後還有就是 它呢 它是商業區的 因為我剛才我講的是當房區 對啊 這邊是商業區 對 那樓下就很多商家 既然是中區的話 不要 就是 可能你就要有一個概念 中區呢 房子都是老舊的 對這間41年 屋裡 這裡是不太有可能有新房子的啦 有 價錢不菲 可能會比較往東區的方向 所以東區的話 因為你知道嘛 以前的東區的話 一平化動輒的話 就是 90 100萬 不是東區 不是啊 東區 中區現在不是都是七八十萬嗎 沒有啊沒有啊 沒有那麼貴啊 是喔 全新的啦 全新的可能有 有七八十的啦 但是這邊全新的真的很少 對啊 因為這邊是 比較老舊的那個 中區 舊的街區啦 而且又是正自由入路邊 這一間呢 套房 大概室內大概7坪多 對因為 可以看得出來是一房一廳一位 廁所也蠻大間的 他是乾式分離的 乾式分離喔 有點像那個 那個人家那個 類似那種民宿有沒有 那種飯店那種感覺 對啊 我們看一下 他這有H爐 H爐 H爐 這邊可以直接煮飯 但是他沒有 沒有脫油煙機 他沒有脫油煙機 就是簡單的煮一下就可以 對 那種熱水煮個泡 下面呢 這邊有一個 洗脫烘 三機一體 的那個 洗衣機 洗脫烘 所以他 為什麼要用洗脫烘 因為這裡沒有陽台 我們看一下 這邊他的過來 從這邊 這邊有一個門 可是這個門打開呢 他不是陽台 是那個冷氣的足跡 對面是元大銀行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那個 梳妝桌 梳妝 梳妝桌化妝台 這個可以當梳桌啦 然後我們看對面 這邊有一個7-11 就在這邊 那一條路就是 自由路 我們看一下 現在關起來 關起來 還是有一點聲音 因為在大馬路邊難眠 稍微有點 我們照一下這個房子的全景 他有冰箱喔 然後上面也有做那個置物櫃 然後你後面那邊有一個那個什麼 那個衣櫃 這邊有一個衣�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怕草 盡量不要住在大馬路路邊 他有冷氣都裝好了 我們看一下他的線路 他的線路還算尚可 因為應該是以前有 以前他有換過 這個看起來是新的 看起來蠻新的 因為畢竟四十年屋齡 所以他的線路是有換的 好我們照一下這一間的套房的全景 再走進去 這樣子 這樣走進來 這樣子 他的動線 先看 先來到衛浴 乾絲分離的衛浴 然後他的廚房 再來是他的小客廳 他的床 電視 再來就是他的 衣櫃 桌椅 所以 然後 他外面這個 類陽台 的這個 冷氣主機 擺在這 全新打造 全新整理 這個弄起來聲音會比較小聲一點 整個拉起來 拉開大力 這樣子 如果你玩 早餐要睡晚一點 就要把窗簾拉起來 比較不會那麼亮 OK 室內大概7坪多 室內有7坪多 我覺得室內空間還算蠻大的 對不對 對啊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一層樓有幾戶 1、2、2、3、4、5、6、7、8、9、10、10、10戶 10戶 2梯 2個樓梯 兩個安全梯 兩個安全梯 然後兩個電梯 兩個電梯 好 持戶兩個安全梯 兩個安全梯 兩個電梯 還有全新的密碼鎖 那個大門 OK 那我們這裡是在8樓 他這個 出這裡鋪路都要磁口 都是用磁口輸入的 這個磁口 總共樓層是11層樓 我們在8樓 我看一下地下室 只能壓 只能壓一樓 所以他地下室應該是私人空間 讓我們下去 這附近呢 這附近如果你要找車位的話 他用勇大電梯 8米 550公斤 這電梯看起來是還算可以 這邊如果你要停車場的話我們看一下來 管理員值班的時間到晚上6點 或者是你要路邊停車 民族路跟自由路加沙路口 他到晚上6點 我知道我現在是說在看那個什麼 我沒有看過 等一下我先講一下 禮拜六的話是到中午 禮拜天是休息 這樣子 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他的那個管理基金 每個月收入10萬 那 我們這裡 他的管理費大概600多塊 600多塊 不是他的管理費是540元 一個月月角 540 好那他這邊 他這邊 余額還有66萬 66萬 可以換我講了嗎 我剛剛是說我要幫你們找的是停車場 這附近有沒有停車場 有很多 我們剛才在路邊停車還蠻好停的 蠻多車位的 如果你們需要車位的話可以去詢問看看 或者是你們就是用計時機 因為可能有最高250350的 一天的 大概是這樣子 OK 蠻多的 如果真的非得一定要車位的話 你就可能就是每個月可能要燒一些錢來停車 對 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出去外面看一下外那個什麼接近 那現在是下雨了 加大雨 好這邊就是自由路 民族路跟自由路交叉路口 對面是那個 7-11 好這邊有一點 這就是我們剛剛窗外看出來的那個 7-11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以前是百貨公司 以前是百貨公司 永期吧 永期 我也忘記了 很久了 台中商業大樓 這邊還有台中有名的太陽餅 自由路有很多太陽餅店 那邊就是台中公園 那邊台中公園大概幾百公尺而已 近台中公園 雙池路 OK 好大概是這樣子 你可以講你的slogan 後面 後面就 後面就搜尋 等個slogan 如果 有時間的可以聽 這樣 然後我們 我們的物件是很多啦 希望這間你會喜歡 如果說你不喜歡的話 我們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看看有沒有你其他喜歡的物件 那 我們的 物件或許 算很多 或許你還是不喜歡 當然 你們還是要繼續訂閱啦 因為我每天 幾乎都會拍攝新的物件上架 你有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 知道 我們 最新上架的物件 那我們 交榜的就是你不用出門 我們就帶你看店中部地區最多的不動產房 地產土地房子 給你最多的選擇跟比較 不怕你買錯 也不怕你買後悔 對啊 而且我們也不定適合把那個地點讓你們知道 然後讓你們比較好 就是可以 了解說這個是不是你們要的 已經盡量全方位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 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所有拍攝都是一鏡到底 沒有剪輯 沒有廣角 沒有美化 那你只要輕輕鬆鬆的 在家裡面 滑手機滑平板 看 Android TV的YouTube頻道 就可以 清楚明瞭的知道 這一間房子是不是你要的 謝謝大家的收看 好謝謝 謝謝 希望你們 如果家裡 或是什麼好友 有人在找土地不動產房子的 歡迎幫我們轉發分享介紹 希望你有你的介紹 我們也可以成交 誰要有幫我們成交 我們一定都會送大紅包 好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你們 拜拜 拜拜 拜拜